对吧 欢迎订阅 吴威尼 王旭杰 参桥杰 还有们额妈 还有各位 钻石底以上的 还有现场 现上 现下的伙伴们 大家现在好 好 其实我本来真的不紧张 但是一摸到这个话筒 太紧张 为什么都撕掉了 感谢了金华大哥帮我们清场 那这个真正的友谊 来自不断的自我介绍 那我叫Coco 非常感谢 剑红大哥把我带到 这个美好的环境 那我的 我在 我是在12月的时候 来到美国的了 然后在美国的 纽约的本路学校 毕业学的诗词场 教分析 那真的很感谢 剑红大哥一句话的提醒 让我对我的人生 就在我最迷茫的时候 让我的对人生 重新有了一个新的思考 那那句话是什么呢 那时候真的是在我工作当中 最迷茫的时候 见过大哥来关心我 他跟我说Coco 你上班这么努力 这么认真 有没有想过 其实老板只能给你一个位置 而不能给你一个未来啊 哇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简直就是当头棒喝 有没有 就觉得说 从来都没有想过 我这个 去学一个专业 去找一个工作 就像正常的事情啊 但是 原来我这样子只是 未来是被别人拿捏在手里的 连我这个位置都是老板给的 那哪一天老板 不要我了呢 找到一个比我更年轻 更能干 然后工资还可以出更少的人呢 是不是就是我下台的时候 所以想到这里的时候 瞬间觉得 哇 他太恐怖了 原来搞半天 未来不在我的手里 那么我的未来在哪里呢 所以说当下 我真的很感谢建峰大哥 来跟我分享 安利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机会 也非常感谢建峰大哥告诉我 真正的安利 他不是买 也不是卖 只是一换一个牌子 就会有六个好 那那时候呢 我是对第五个好 非常的有兴趣 那第五个好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传承嘛 那虽然我没有小孩 但是 我相信没有人喜欢做归零的事情嘛 那假设说我们今天 努力一辈子所有的结果 是可以直接传承给下一代 哪怕他不会做安利 哪怕他不要做安利 都可以直接继承你所有的结果 是不是就很棒啊 是不是太值得了 所以想到这里有一场 哇那来不及了 我赶紧要跟建峰大哥去看看 到底这样子的一个事业机会 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非常感谢建峰大哥 带我去参加了加州的一场会议 那在参加会议之前 建峰大哥先是带我去参观了 纽特莱在加州的科研中心 在那边哇真的太震撼了 没有办法想象三个半小时逛不完的地方 这样子一个科研中心 同时还见到了纽特莱八十多年来 他是如何运作的 如何去认真用心的在经营这样子一个品牌 哇听完这个整个纽特莱的品牌故事之后 我觉得真的是太佩服了 怎么会有公司八十多年都坚持做了同样的事情 而且呢他的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我瞬间就觉得哇这么好的东西怎么会没人要呢 然后建峰大哥说 哎ココ你知道吗 其实安利公司是在日用品公司 哇我瞬间听到这里就更开心了 有没有 要有人活着都给用的东西 而且安利公司在美国还有两大的满意保证 那第一个是180天的满意退货保证 那意思就是说在179天的时候 你的朋友心情不好要跟你吵架了 他就想退东西那就可以去退的 而且我们有伙伴是退过的 那连邮费都给你包了 有没有真的是很放心啊 跟这家公司合作完全就没有任何的这个风险了 有人要退那你就退 那更何况他的品质要求还这么高 对不对 根本就是我们没有任何的负担呢 然后呢就跟随 参观之后就跟随建峰大哥进了加州的一场大会 那在那场大会里面呢 没有见到我们世界地的陈老师 但是见到了好多老师的学生 那那场大会里面发生什么 其实已经不记得了 但是只记得说在台上 有来自各行各业 不同行业 不同条件 不同背景的人 他们都获得了同样的成功 所以我觉得哇 这个环境太神奇了 陈老师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老师 他可以有办法帮助不同的人 可以获得同样的成功 让他们可以过上他们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当时我就想 哇那如果说我也留在这个环境 是不是我也有一天可以跟他们一样啊 去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所以说真的请 借助各位的掌声 或者我们的陈老师 我是九六年次的 那么我虽然是九六年次 现在也比小老师七岁了 也是曾经是个特别复杂的人 复杂到听完了这样 就看完这种场面 还要想象 哎那进入教师学习有没有 我还想进入教师学习 会不会开始教我产品很好 然后要买这个买那个 自己还没进教师的幻想非常多 但是没有想到一走进这个教师的瞬间 我就觉得哇太神奇了 这里竟然是一个学习的环境 当时的我其实已经毕业了 毕业之后 说实在的 真的我相信每个人都毕业之后 应该没有再去哪里学习了 对不对 但是走进超团这个环境 竟然是个学习的环境 来到这个环境已经三年了 我从来没有经过一节课 是教我们如何卖东西 教我们如何去销售 教我们如何去做什么业绩之类的 会觉得这个环境真的太棒了 永远都是积极正面向上的 刚刚在吃饭的时候 还有伙伴讨论说 你们还记得Coco以前长什么样吗 我也不想记得我以前长什么样了 就是挺黑的那样 然后皮肤也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那样 然后穿着打扮也没有现在好一点点了 所以说真的这个环境的好 我觉得真的是说也说不完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环境 留在这里最大的一个原因 真的是老师打造了这个超凡文化 这个爱的家庭的这种温暖 因为我们华人来到美国 是不是都特别冷漠 特别是在纽约的 大家都开始感受到了 对不对 但是在我们这个教室里面 是不是热火朝天啊 大家真的是像户口本以外的家人一样的 所以说真的很感谢老师 打造了这个亲情合作的环境 因为一个人的能力 再强再大都是有限的 但是只要我们今天 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各自的优点 对大家擅长的地方 只要我们可以去亲情合作 是不是就可以把 像老师说的 把家变大 把世界变小了 所以真的很感谢老师 创办超凡这样子 一个学习的环境跟地方 让我的毕业以后 还可以去持续的去成长 可以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那这是以下我的分享 那谢谢大家 那今天看来呢 我这个小菜就马上要撤掉了 因为要请出众议嘉宾门 门就是有两个的意思 那我先请出的是我们的小凤姐 那小凤姐说起来 这个时间马上就拉回到了2019年 2019年的时候 我记得的时候是跟随电风大哥 回去中国大陆去考察案例 就知道我有多复杂 要去考察 不如去看看 不如去考察 那时候呢 建风大哥是 那时候呢 是跟建风大哥去到了苏州 广州吗 第一次见到小凤姐 是在苏州 五公饭 五星级酒店 那那个酒店真的太漂亮了 因为我没有去过苏州 虽然我姓苏 没有去过苏州 然后哇 真的是那个园林 古色古香的 就在那个五星级酒店的后面 私人的 哇 太漂亮了 然后建风大哥看到这个此情 此情 这波里还可以了 然后就开始不自禁地唱起了一些古风的歌词 那么呢 建风大哥在房间唱 对着阳台唱 我们也在上面听 然后上面开始有画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小东西在下面跳舞 这个画面太美了耶 有古风的歌曲 还有古风的美人 有没有 哇 我觉得 然后就这样子 既然想和一下认识了小凤姐 然后跟小凤姐接触下来 我觉得小凤姐真的太棒了 你去 你去跟他面对面 或者有些人跟他讲话 或者听他讲话 你会发现 他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在他的眼里 任何东西都是美的 而且都是特别美 特别优雅的那种 然后 也是感谢古大哥的关系 有机会进到小凤姐在广州的教室 真的很美耶 真的好浪漫哦 整个教室的摆放都是 flower 就是花 我就很喜欢花 有花 我就有花 然后整个教室的摆放 真的是很浪漫 就很有这种温馨 加很舒服的感觉 那当然小凤姐的穿手打扮 也是很温柔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太佩服他了 他一映入眼帘 一想到的都是美好的书 包括小凤姐讲出来的话 都是一切都是美好的 这也是我要去学习的 因为老师说 要去欣赏别人的这个不是说欣赏别人的缺点 只不过是要去习惯的去发现美嘛 我们才会有这种低级正能量的感觉 所以说呢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 那在请推影片之前等一下 那为什么会 哇真的是感谢老师 感谢电风大哥 请来小凤姐跟我们分享 小凤姐是这个在中国大陆 在广州是金上的唯一的一户的钻石级领导人哦 小凤姐 那接下来有一个影片 今天我们为每一位新兴高级 他会准备了一份个别的礼物 国家子一非为什么的话 有产汉秀 每一份汉秀作品 只必时半年 一真一切守护制作完成 我们特别重视营养专业班 不要一批的做事不可 同时不要营养教师 那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 自己的健康顾问 教读到这种 一批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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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叫你开启 心理高级教肌理的表彰 掌声表情 2022年度 请请高级教肌理 从教授台 他们是 掌声学肯理 教育理 我感谢影片 那大家准备好了吗 真的准备好了吗 掌声 小礼拜掌声 终于拜掌声 黄红 小礼拜掌声 小礼拜掌声 亲爱的前排的领导人 还有各位好朋友们 来自纽约的 各地的好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好 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晚上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跑到纽约 来了 见到了很多来纽约的女人过来 因为有个联系剧叫做 一个女人在纽约 不是看了一个 是看了好几个 然后我印象中来纽约 应该是在一个什么 高楼大厦里面讲课 没想到来到了一个 叫什么地方 布鲁克里很时髦的名字 然后进入到了一个 华人很多的地方 八大道 八大道 第八大道 一个神秘的大道 神秘的大道呢 看到我走了一圈 我反正觉得产生了幻觉 我到底是在广州 还是在福州 那些东西都这么亲切 这么熟悉 那个华人都很厉害 卖的都是什么花生 花纸 什么冰仙 还有你们的门 但我又产生了幻觉 那个门呢 因为我对纽约的印象 就是欲望都市里 Kerry和那个四个 最时尚的女郎 是应该那样的故事才对的 这个门和它的那个楼梯 和一栋栋的小洋房 是我对纽约的 所有的幻想和梦想 就一来看 怎么你们这个门 跟我家那个东莞奉岗公社 楼干普通的门 怎么都闭上去 我又点是乱绝了 所以我就在思考啊 我就想到了一个事情 华人是了不起的 勤劳 吃苦赖劳 起早贪黑 特别是华人中的女同胞们呢 更勤劳 是吧 生儿育女 刚才我们为医生讲 还昏倒了 还失血 那个生小孩 然后呢 起来了 还要继续为自己的家庭 孩子们去付出 是很了不起 很勤劳的 中国的女人真是没得讲 又漂亮 又美 又勤劳 人家为了孩子 什么都不舍得吃 好的都给孩子 给老公自己呢 就这点剩下的 所以为什么你看华人 这个整个华人街啊 就是让我思绪万千 我特别是感到了 就是陈老师的伟大 他的那一句 我们不是来打工的 而是来成功的 我以前没有意识到 但是我今天真的来了 我们纽约普林斯顿 第八街之后 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分量 这句话的分量 在广州 我那是住在广州市的 江南西 这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但是也欢迎大家来 我们在那也有一个 这样的中心和会场 建峰曾经带着领导人来 那在江南西的路上呢 我经常会听到有一首歌 我有一次听到那首歌 我被击中了 我停在那里愣了三秒钟 这首歌其中有几句台词 击中了我 那他这个歌很好听 我会复制给建峰 你会有空我在这唱一下 这很好听的一首歌 他说我来人间一趟 我来人间一趟 本想光芒万丈 没想人间模样 只为碎云几两 碎云啊 碎云几两 那首歌很好听 等会下课了 建峰唱一下 哼两句就会听了 这首歌我愣在那 愣了三秒 那我们所有的 来到美国的这些同胞 说白了 本来也是想来到美国 换个环境 让自己光芒万丈 但是发现呢 纽约街头的这个人间模样 也是为了碎云几两 我听到了很多的 来这里奋斗的这些 同胞们的一些故事 都很了不起 我有看到儿童医院的 这个医生 费城来的那一位大夫 叫什么医生 郑医生 她跟我们分享了一段 那么优秀的儿童 专业的人士 来到美国 依然是要面临着 生活的考验 碎云几两的考验 包括我看到了 韩湘姐 我也很感谢你 把我们那个 阿珠姐带得很好 因为我这里 也有一个阿珠姐 一个在美国 在中国做保险 孩子在这流血 为了孩子 也是每年都要来一次 就是为了她的小孩 然后又回去 在保险赚到的钱 供她的小孩 在这里读书 所以我是觉得 这个来人间一趟 真是不容易 而且呢 刚才我们的温医生 包括我们的王旭老师 也是分享了很多 那我想呢 我也是 先有几个 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 这几个图片了 我觉得应该是实在的 就是我来这个环境的时候 当时陈老师 季老师 还有九代的时候 是那个图片 一起发给我们看的 我觉得那个很简洁 我的家庭俱会和会场 都经常是放这个 因为它一目了然 不是这个 是那个图片 不是 是那个 有一个几条曲线图 我先给大家看 对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就是人生的周期 我们要认清自己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哪里 我过去的脚步是什么 我准备迈向何方 今天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朋友 请问 就是 没来过这个环境 第一次来到这里 约你来见面 你们要举着手 来看一下 可以吗 来 举手的人 成功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 就是第一次来的 新的伙伴 没来过的有没有 或者这样吧 就是经常来的朋友 那请你挥挥手吧 好不好 那太棒了 对 这几个好像没来过 你看 这个学习题 是我们上课 读书 小学 中学 大学 然后呢 通过学习题 你是没有钱赚的 你妈给你钱 生活费 要给你一个什么 零花钱 然后读书 毕业了 不管你高中大专 或者大学 毕业 硕士毕业 你都要进入人生的 第二个周期 叫上班期 上班期就是 说白了 就是心情的汗水 撒在别人的土地上 老板给你位置 不给你未来 再好的就业 都不如创业 所以勤奋的双脚 要踏在正确的道路上 有没有心情的汗水 撒在人家土地上的 喜欢吗 不行 就像我那个 非常认识的那个教授 那个儿童的医生 他说我这辈子做医生 但是 所有做的都是人家的 我没有我自己的东西 甚至包括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我也看到一个很优秀的 华兰斯外学院毕业的 硕士毕业生 一直在洋行打工 那个时候我们在洋行 是最棒的 就是跟瑞典公司 日本公司 美国公司 他二十多年前的工资 就快一万多块钱人民币 对 很了不起的 但是 那个那么羡慕的工作 二十年后 就成了一个什么 普通的一个下岗 不能说下岗吧 等待退休的人 好像所有的辉煌 认识这个 李洋也好 认识马云也好 都没有用 因为他所有的 心领白领 其实都是实现 别人的梦想 所以找一个资本家 剥削是挺容易的 你是出卖你的时间 青春汗水 获得你的生活的费用 当然不能说老板不好 要感谢他们 给我一口饭吃 起码让我生存 但是如果我们想要 更好的一个发展 就是要进入人生的 第三个周期 叫创业期 但是创业期不容易 你看看隔壁那个 卖海鲜卖水果的 你就知道 我刚才看了一个 很有趣的一幕 有个卖水果的老板 不是搭一个棚子吗 棚子还搭错了 搭到电线杆上了 隔壁的老板都在笑 因为你所有的做生意创业 你都是面临到资金 你有经验 还有什么 可能亏呀 风险呢 我昨天我去了 那个叫什么地方 曼哈顿 哎呀天哪 我心目中的欲望 宗室的四个女郎 生活的地方 居然这么急 还这么脏 而且还有很多空出来的 那个 就是我估计是疫情三年 倒闭的 原来美国人也会倒闭 不是说只有中国人会倒闭 美国人也会倒闭 然后我看到的这个 做生意不容易 因为有风险 而且呢 你没有人教 也没有人帮你 我今天看到很多的 这个 可以说是在中国叫什么 个体经营者 因为中国人都是勤劳 喜欢是吧 做点小生意 开餐馆 是中国人的最好的一个选择 包括我认识的Mackie 好勤劳 他这么漂亮 他说他做餐馆 做了快十几年在这 是吧 都是做开餐厅 不知道做什么好 因为你要挤入 美国人的中主流社会 和中上层社会 你很难 你不是说我会英文 就可以去的 不是的 就像我们建峰大哥这样 我们羡慕的不得了 这辈子你都达不到他的成就 他要在中央电视台呀 能够春节联合晚会 类似这样的节目 很难的 你知道吗 我有个朋友唱歌 唱到是 唱明歌唱到说他是 就是已经是接近像李古一和那个谁 有个田歌手叫什么名字 原来的 宋祖英 叫他叫小宋祖英 但是 他跟我讲 你要上春节联合晚会 你要唱得好 就是基本功要够 还不行 你要起码你要拿一百万出来 人家才会让你去的 就首先条件你要会唱 你唱得好还要给钱 给钱还要给对人 给错的人拍错马屁还不行 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很难的各行各业 你要竞争都有风险 而且当主角的这个位置是最风险的 为什么 嫉妒啊 人家嫉妒你啊 你要扯你下去啊 对这个时候你要做生意 但是创业成功 当然生活会很好 你比上班族赚更多的钱 季老师经常上次来讲的 上班一带钱 做生意三带钱 一目了然 但是这个逻辑我们是要搞懂的 为什么要创业 我们来这里是干什么 其实就是让自己换一个平台 让我们有一个创业的机会 但最重要是没有风险 你没有投钱就没有风险 那你说我投了时间 哎呀那穷人时间最多 摸摸摸 吸摸摸 是不是 时间最多 你投资相信 创业要成功 你会进入享受期 但是你进入享受期 乱业失败 重新打入 学习期 就是我们说的换行业 那今天我们来到这里 我们不是来上班 也不是来上什么 这个读什么专业 而不是给自己课 当然这个创业有很多名字了 比如说开餐厅 我们在中国还有互联网 做什么 做直播 还有做什么电商 我不知道美国有没有 我相信都有 只不过现在的名词 跟以前不一样了 或者做金融 但说白了 它的本质就是创业 事业 我们做了一辈子的事 但是没有业 做事会做吗 会呀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绿审 我佩服的不得了 我叫他审舖 那个是微软的 什么软件的设计师 哇 我这个下辈子 我都不会弄这个 那好难的 他说什么 过了半个小时 就是比尔盖茨的家序在那里 那隔了是半个小时 但是命运当然是差很远的 那你很难的 你要在那个地方 你要出人头去 你除了自己智商高 受专业训练 要讲运气 但是硅谷也有一些高科技的人才 在金融的风浪下 开始什么 挂了一个大牌子 我要找工作 因为你还是会遇到风险 所以只有创业 只有有自己的事业 才是人生的赢家 而不只是碎盈脊梁 越是下层社会 越是人才人低 记住啊 我不希望你比我好 然后越是中层社会 越是什么 各扫门前学 哪管他人 瓦上双 然后只有上层社会 是人捧人高 你鼓励我 我鼓励你 我肯定你 你肯定我 互相欣赏 所以老师说 相信是福报 珍惜感恩是福报 我们要把相信变成信仰 把不辜负变成信仰 在这个周期 如果搞懂了 我们要想过好的生活 才会是坐在这里 我记得有一次 季老师问我们 自由自主自在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我们一生需要的 你自由吗 你自主吗 你自在吗 如果你说 我想自由自主自在 我都没有办法得到 那我们可以换一个平台 就是老师说的 人生最重要的不是奋斗 而是抉择 方向不对 努力白费 千百次的努力 都不如一次 正确的抉择 那我们看下一张图 我觉得这个图 就一目了然 当年陈老师和那个 特别久久在的时候 还有那个 你们给个笔 给我 给一支笔 给我 对可以 我不是写 不用写 不用写 你看 这是一个人生的曲线图 刚才是人生的周期图 就是你认清自己在哪里 你是进入享受期 还是创业期 还是上班族 你对号入座 那这个呢 是认清人生的周期图 我觉得这个很棒啊 这个 你看 第一个是什么 上班 我们前面这个位置 空了好几个 要么那个 寒香姐姐往上坐 有没有高级主任 或者是一些领导人 可以往前面走 东西的位置可以填吧 姐姐 对对 好 对对 你可以在旁边坐 好 谢谢 对 这个气很重要 然后后面的领导人也可以 你会也可以往前 好 那我继续讲 第一个 曲线 就是什么 这个蓝色的 你看啊 上班族 最大的一个族 就是上班族 上班族的课点 就是什么 生命不止 跳槽不息 上班族 有人举个手 哎呀太棒了 我也上班族 而且是自认为自己条件比较好的上班族 是吧 这个五官端重 这个穿着高跟鞋 拎着手机 在广州最繁华的道上走来走去 还认为自己很美丽 后来发现也是实现人家的梦想 没有我自己的事 上班族的特点就是归零的人生 你看我坏工作 我第一份工作在美国通用食品公司卖咖啡 干就没了 第二份工作在船运公司工作 不干就没了 我的老板是个船网 第三个工作我在那个什么 地产公司工作 不干就没了 人在里面认识的季老师 他是我的推荐人 那然后呢 我发现啊 这个就是归零高 做就有 不做就没有 做就有 不做就 没有 做就有 不做就 没有 是不是 医生 刚才问医生 跟卖白菜的 就是你们隔壁那里有个卖白菜的 我已经看过了 我把白菜拍下来了 我准备拿回去给广州发一下 我说你看这个原来美国的白菜 跟我们是一样的 医生 跟卖白菜的都一样 做就有 不做就没有了 那医生听了很难受 我怎么能把我 沦落着跟卖白菜的一样呢 吃嘛 卖白菜不卖白菜没钱 医生呢 上班有钱 不开刀就没钱 开刀就有钱 自己病了也没钱 是不是这样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什么 上班族 有没有感觉到自己是这个曲线 是吗 你们在美国在上什么班吗 在上班族的朋友 那这个美女原来在上班做什么 张老师 教贼 六儿园 OK 那个美女呢 这个长得好漂亮 就你了 做什么 做生意啊 做什么生意 卖手机 这好啊 美国也有卖手机 还有没有上班的 来 举个手 你在做什么的 姐姐 医院的 做医院 不是吗 做助理 做助理 哇太棒了 你看刚才刚才说到 哎我们的那个老师来了 通老师来了 医生跟卖白菜的一样 哎那个那个老师 坐前面吧 来坐前面吧 那个是叫邓老师是吧 哎来坐坐坐前面吧 对对对 哎领导人坐前面 对 这是尊重 因为 医院老师要尊重 他坐在前面啊 是营销经理 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他是美国的 安利公司的股东 我是原来是中国的股东 说到高级营销经理 是全世界分红的股东 所以我们是 就是安利整个 全球公司的股东 这是 这个是很棒 你看 那个 归零 的人生 那天 我也采访过 我们的郑老师 我说你干嘛 要来做安利 生活不错啊 儿童专科 而且又是生物的 生化的 专业人士 因为做就有 不做就没有 就跟隔壁那个 卖白菜的是一样的 对 他说我也想生活 过得好一点 那公务员呢 美国肯定有公务员嘛 我爸妈就公务员了 我母亲是文艺工作者 她为什么跳舞啊 从小我妈跳舞 我也跟着她跳 我妈是苗条跳 我是杨贵妃跳 这都不容易啊 你看 公务员 我父母都是 革命老干部吧 就是他只要干下去 每个月 他都有一万块人民币 两个就是两万块人民币 他就只要活下去 他就有钱 他命够长就有钱 公务员 但是公务员是 饿不死 但是也活得不尽 是不是啊 这有没有公务员的 在美国也有公务员吧 你看 他很好 对巅峰的时候 也是慢慢慢慢快退休了 年龄各方面就归零 这个时候呢 你看 公务员 他的曲线是这样的 依然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但我们中国有一个59岁的现象 因为6岁退休了嘛 59岁就要贪污一下 双规的都是这种人比较多 这个中国抓得很紧 70岁都把你抓进去 秋后算账 我不知道美国也没有上班 有没有这个公务员 肯定有吧 有 那可能收入会好一点 但是不管怎么样 那当然是做生意 创业成功的 这种 这个 成功者 他赚的收入高 他的买的房子 包括他的车 包括他所有的一切 那肯定是 生活条件会好很多嘛 而且孩子也可以 有好的生活 那我们的这个 退休了 不在中国啊 不退休 两三万的收入 一退休 两三千 四千的收入 上一次 我们说有个FC啊 韩姐和那个苏林姐说 我拿到了退休金 3700块人民币 他说天哪 如果我不来这个环境 我每个月的收入 就3700块人民币 他说没有20万 我都我不下去啊 我3700 我连一件衣服都买不起啊 我上次去那个香港 我去到香港 韩姐 一买30万 买给韩石 买给 鞋子啊 衣服啊 裤子啊 那个裤哥也买了一件 一万多 然后呢 普罗尔的那个包 刚才那个主持人跑哪去了 把你的包取起来给他看看 对对对 就这个就是我有一个 看一下看一下 拿过来吧 我不要识觉话 假没有用的啊 那就这个 我说我也买个名牌 老师说不是要买个名牌吗 名牌的身上 名牌的包吗 我就说 韩姐你帮我选一个吧 我也买一个 他就都选了这个 我说这个韩姐 要买的 他必须买 一定要买 他多少钱 原价两万 确认姐有个八八折的 贵宾卡 去年买了一百万 今年买了一百万 还有那个八八折的贵宾卡 就两万块有八八折 就是变成什么 一万八 后来呢 他说我还可以再给你折一个百分之一个percent 总共呢 就 一万五还是一万六买了一个这个包 这个我回去 卢海君啊 我老公很可爱 这个包两万块 那两万人民给现金塞都塞不进去 他买个大的 我也看这个包 看了半天啊 美人 一般娘的包 这个鞋也是 这个鞋三千五 这个包是一万九 打了折一万五 还买了一个碗领服九千 又买了一个什么 那个日本的一个什么 短上衣三千五 我买了一堆那个衣服回去之后呢 还一堆那堆东西发呆 你说为什么我突然会买这些东西呢 我在想 这会是不是韩姐又比较好的 不如我卖你呢 然后呢 你这个包卖多少钱呢 这很贵的 这个啊 我给你销售一下 这个妹妹是吃货了 这个韩姐就知道 看出了我心里想什么 这语音就来了 小鞋啊 我跟你说啊 你必须要买这个包 这个包是开放市场的利器 什么利器 他说这个包啊 你别看了 托罗尔罗查了半天 百度资料 才发现 西班牙的一个 不是顶级的 最贵的牌子 但是他就像我一样 他都是心上钻石的 就是 车子瓶里面的新钻石 就是很实际的 如果你带着这个包 全世界的年轻的朋友 都为他尖叫 如果不尖叫 就代表他还不懂 什么叫车子瓶 所以就尖叫了 那然后呢 这个包也很好 就这个包 后来我再想 哇 两万块现金都放不下 贵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 贵在哪里 最关键是我六月份 就要去西班牙 马德里去旅游了 就是这个包的故乡 在那里买 如果变成九千块 我会不会又是 垂心顺肺 但我一定买多几个 送给我们的剑锋 送给我们的Vincent 这个女包还是男包 男女装的 男女装用 然后泰小姐的老公很可爱 他说我有经验 我买个大一点的 同样价钱 要实在 你看中国人 搞得最后还是要实在 为什么把他送多点东西 他比我多了两三千 还是多少 然后呢 就买了一个大一点的 这个罗一威很有趣 很有趣 我查了一下 原来是西班牙的一些 就是皮匠工人 巧夺天工 最贵的 最好的工艺 就是这个牌子 而且是现在的 最时尚的一个 去 去 紧尖的皮区 甚至它的皮的质量很软 甚至比 哈麦斯的 还要好 就是痴迷 只不过它牌子 没有它 那么贵 卖的 所以我一看就安慰了一下自己 本来想带到美国 来回来找不到了 那个 给乱去 塞到哪里去了 好 继续啊 这讲到公务员 怎么讲到这里了 你公务员 你不可能一辈子 一万块钱 就买一个包啊 你要两个月 不吃饭 在那买一个包啊 所以只能活着 你不是活着 精彩 好 那再来一个呢 我们再看一个是什么 这个是 这个 城市这个县啊 做生意 你看我老板就做生意 船网 倒闭了 他说 我的船卖给谁呢 他每天喝醉酒 我的船卖给谁 几十万一个船 上百万一个船 我卖给谁 谁要我的船 没有人要我的船 所以他很烦了 后来我再去 发现那个船运公司 原来一个 就是头城船王啊 连日本公司 都有研究他的 很厉害的一个船运公司 没有了 船也不知道去了 这公司变成了 一个旅游公司 他买了一层楼的 你赚钱是买 赚很多啊 都在刘德华隔壁 潜水湾 而且呢 他有那个 等许呢 几个亿啊 增加 是白手起家的 红色资本家 但是没有了 这个船运公司 Katlaw已经没有了 然后呢 一倒闭 可不是归零了 我们最多是 在选个老板剥削物 哈哈 归零了 直接到地下室了 地下室会不会很疼啊 当然疼了 你看 整个的是到地下室 是很疼的 你上班族 最多可以找个老板 在打分工 但是他 倒闭了 你要重新再站起来 你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所以做生意 他的风险是很大 在澳门 有一个老板 是开那个 东美菜的 东美菜的老板呢 老师要推荐他 老师买房子 告诉他 他说我也买房子 老师说我买赚借 他说我也买赚借 老师说我买车子 然后那个老板说 我也买车子 结果三年疫情之后 每年都亏钱 亏钱亏钱 把所有买的房子也卖了 赚借也卖了 想卖给陈老师 陈老师 我不要 因为什么 鞋牌 倒闭了嘛 会计 我不要 还有 那个车子 你卖了也没什么意义吧 是不是 一落地 你就不值钱 所以这是 这个老板就染了全身的病 开东北餐馆的 一辈子 断了所有的家当 三年疫情 全部就归零了 所以在这个 在地下室 你30岁 40岁要创业 你50岁 突然什么都没有了 你损失的不是钱 是自信 你到60岁 你已经没有信息 再爬起来了 包括上班族也是 你50岁 再找个老板去剥削你 你看一下 我们中国的广告 就是招生 招人 女孩子 25岁 有人要的 漂亮嘛 你可以做起模 迎宾 你做白领 30岁还行 35岁之后 就没有人招了 然是 过了45岁 你没有活干了 你去当保安 我们那天 我们开会 来了一群都是 穿上了一个什么 黑衣黑裤的 是一个 我们有个伙伴 是练武术的 他来了一群练武术的 结果我们那个保安 给吓坏了 我们保安叫 叫闫大哥 很胖 50多岁 闫大哥说 哇 这是你们的伙伴啊 我说对啊 他们要来做我这一行 我就都下岗了 为什么 我再过几年 我追整一都追不动了 万一那几年 是来打钱的 我都追他们都追不动 老了 那个老爷子 罗海军的市场啊 在门口看门的 经常给我们汇报 快点 今天谁来检查了 今天不要那么打声 今天没事 你可以打声一点 因为那时候疫情的时候啊 整个楼都是我们的伙伴 你看 所以你看 当你做生意 你是可以赚到钱 但是你会归零的 是不是很疼 来然后 我从事安利视野 从已经开始 我刚刚加入的时候 大概八个月做到助理 然后 刚刚做了营销经理 做了营销经理 但是 Q12吧 100多万 我觉得优债优债很好 你看我就是浪漫主义者 也不是浪漫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 小知识分子 非某种咖啡不喝 非某些电影不看 是吧 特别多 特矫情 所以就捕碍了我在安利事业的成功 你们云以为戒 当我拿到了一些钱 我就开始忘掉了 就是帮我的部门成功 忘掉了人就是来成功的 自己就怎么讲 也学习 也努力 但是没有以前这么努力 而且呢 走到这 慢慢慢慢在老师的导演下 特别是三年疫情的时候 我们整个事业是一个转折 所以大家很有信心 我们那个三年前 湖北疫情的时候 我们只有五个人会谈 那个 我们的想法是跟建峰一模一样的 我跟他分享 等会跟他分享 然后慢慢往前走 我们的转折点就是三年疫情 整个广州市场 整个各行各业 是市场的调整嘛 就不是说我们 因为这个疫情 谁也没法控制的嘛 你们肯定都藏到了关门啦 老板让你休息一下 然后疫情 我不知道美国怎么样啊 反正中国是 我们地铁 曾经试过也不通 巴士也不通 我们还试过是什么 连那个什么 只能进海州区 不能出海州区 而且我们那个海州区 是最厉害的 这是管控最厉害的 那个水把都拉到了我们对面 就是那边被封了 不准走出 人和狗都不能出来 这边还可以出来 我们是走路到会场 美国地道的 是啊 我就讲讲这三年 我们 而上一个月的 我们的NTO 是来到将近220位朋友 最特别的感恩 我特别的感慨 就是和平年代 没事的时候呢 昏昏乐乐还没有出错 但是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 基本上广州的会场 都暂时没有经营了嘛 因为怕疫情怕死嘛 人都怕死嘛 总在路上哥哥戴着口罩 所以我们现在不少二维码 觉得有点不习惯了 有的时候 你们也没扫二维码的 美国 也没有戴口罩的 中国管得很严 去哪都要扫二维码 去哪里都要扫二维码 公园都要扫二维码 遛狗都要扫二维码 都不习惯 在这种延距的情况下 全中国是十户钻石吧 广州市 那天我们开研会来的 Q12的高级主任 总共有600户 但是唯一一户脱颖而出 能够上的高级将近 就是我跟海军大哥自己一户 我特别感慨那一天 突然是觉得能够荣耀自己 荣耀家族 荣耀超凡 特别上了超凡的春晚 3月5号上了超凡的春晚 面对全世界200多万的 超凡的兄弟姐妹分享 感慨万千 其实成功不是架构 而是你的决心 这是你想不想上 是你内心的那种动力 99%是你自己 1%才是外力 我们的想法跟健康是一模一样的 在疫情的时候 我跟海军大哥 我们就在想 我们还有梦吗 我们还有 爱吗 我们还有责任吗 那么多的伙伴 带着老人 小孩 言巴巴的看着想来 安利事业成功 那我们作为领导人 如果我们是雨伞 你不跟人家遮风挡雨 谁会把你高举在头上 如果你是雨靴 你不让人见他淋淋 你不保护主人 让他不被见他淋淋 谁会把你穿在脚下 所以我跟海军大哥 我的另一半 我们两个就协商 到底何去何从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们是把会场关门 省一笔费用 还是挑战 我们人生中迎来的一次挑战 疫情的时候 路上都没有人 谁会来会场 但是你不要低谷梦想的力量 因为老师说 逆境可以让人破产 也可以让人破记录 因为我们的老师跟我们讲 我们要在危机后面 就是转机 你要试机用机和卧机 然后老师也给我们讲 85%的人看到困难 会逃跑 15%的人看到会难 会解决困难和问题 5%的人是打着灯笼 找困难 那美国这边可能 那个建工说 你们这个会场 也是他最困难的时候 带着他的伙伴 在装修的 我们会场也是 海军大哥去布料市场 戴了三层口罩 都没有人了 街上都没有人了 海军大哥把所有的 这些题材带来 找了两个临时工 因为都没有人愿意来工作 不怕死 可是我们会场两个伙伴 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扫灰水 自己把那个墙打通了 你们上次来的是没有打通的 这就是我们全部自己打通的 然后油灰水 所有的间隔 为什么我们是投资多 工具计划器就八台呀 因为你一起呢 你没有工具计划器 谁敢来呀 八台我们的钱是这些钱啦 进水器随便喝 金锅随便用 还有我们的金锅一套 新的一套旧的 全部提供给伙伴 而且我们晚上一三五道会 下午一二三四五六 都开家庭聚会都在这里 大家就省了工作室的钱嘛 因为那个时候疫情都不敢 自己开工作室 我觉得这三年是我 爱丽丝业奋斗生涯里的 最快乐的三年 因为激发了所有的潜能 老师说 你们以前跟这个学 跟那个学 你都不用动脑筋 真正你崛起的时候 我们是受老金自己想办法激发潜能 所以完成了从五个人一直是什么 跳跃到钻石的这样的一个聘位 而且我们的这个筑巢引凤 很多都没有注意我们的领导人 慢慢慢慢向我们什么靠近 愿意是什么来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在跟大家讲 上这钻石啊 其实并不是说很难很大的挑战 我没有说很累呀 做的这个苦瓜脸的 没有反而很快乐很轻松 因为用老师的方法非常简单 爱丽不是这么难的原来 我真的明白老师说什么 叫爱丽丝业是全世界最好的事业 没有之一 再加一句非常简单 我们是用团队的力量 亲情合作可大可久 用老师的方法粉碎自私 心甘情愿 上次我这样讲 我们的鹅妈妈 她听了她拼命点头 她听懂了 因为一个资深的安利领导人 她的眼里面什么她都见过 她说我当年上的最好的时候 就是这样 你帮我 我帮你 像天堂一样的 恨不得把最好的都给 身边的兄弟姐妹 那然后呢 我们那时候刚开始只有五个人 然后海军大哥把这个装修好了之后 就在想有没有人来呀 有没有人来呀 但是很了不起的是 因为还是有很多有梦想的人 他愿意来到这里 让自己的人生改变的 所以海军大哥也开始结盟很多会场的各会场的领导人 包括我们Maggie 这介绍人张强大哥 一个外贸公司老总 也是我们的Flutter 就是好朋友 是在同行十几二十年 在就是在安利的这个广州啊 我们认识了十几二十年 有一群这样好朋友 所以世界上最美的风景 是一群自同道合的朋友奔跑在梦想的路上 是最美的风景 你进公司只有一排两排人 那你是单打独斗 什么都做不起来 后来我们团结在一起 会营养 假营养 会美容 假美容 假美容 会组织力强的 就组织活动 有人际关系的 就去请老师 我们都不用请老师 因为外面的会场也没什么老师 多了蔡小姐 互动的多一点 我说我们好像最优秀的老师都在我们会场 所以我们现在在广州 每个必要的八九十人了 都原来五个人了 现在我们要拆墙 又要拆墙了 不是拆里边的墙 连外面的墙都要拆了 我觉得事实正于雄辩 你讲那么多都没有用 所以我一会呢 我也会把几个重点 要跟大家讲 就是一些基本的 一些心态和基本的观念 你要搞清楚 因为我看到我们纽约的 这个会场的兄弟姐妹 有些概念可能要突破一下 那再来呢 我在讲到这个的时候呢 我想先再放几张 我们在这个钻石表彰 就是有几个图片 海军大哥 他爸爸妈妈也来了 海军大哥的爸爸妈妈 是很平凡的农民 没有见过什么大师面 那一天 那一天被公司招待 就这一张 上面那一张 看到没有 一看见 这是他弟弟 这是他弟弟 公司呢 把这个表彰的图啊 这些全 这个花都请他父母上来 他爸妈妈很老实 是江苏人 在沿城 第一次我们用飞 就是请他坐飞机啊 来到大城市 他们都很老实 一辈子都是很勤劳 做点小生意 买点水呀 买点油饼 我跟海军老师结婚 是因为他是我的市场 记得啊 自己到外面找一个 不要在这里 都是人家有主 不要知道问题 不要违反对他心机 那然后 他去大哥 在美国银行中心 就开始来我们会场 我不是说 我那时候也是 98年转型呢 就是全中国一刀切的时候 都没有会场的 那个时候 我也是淋租了一个 35块钱的会场 只有你们里边 那个办公室这么大 只能坐30个人 我们只有7个人 那时候每个人交费 费费是5块钱人民币 只要7个人 我就不会亏钱 我还高兴得不得了 说他把今天来7个人 就不用亏钱 我忘了 你坐车费也要钱 那时候还是很快乐 因为我尝到了 逆境中 是什么 奋斗的这一种乐趣 那个时候 是我人生的第一个会场 就是98年 那接下来就是 这个三年疫情 是对我最快乐的 为什么 真正的开始创业了 我在讲 我认识海军大哥之后 我跟他结婚 我连他父母都没见过 是我爸爸妈妈 跑到他这个家里 去调查了半天 才告诉我 嗯可以 这个人 我第一次见到他爸妈妈 说我就惊呆了 我说这个你们 好像跟我们长得不太一样 别说单纯 然后我说 你们降书好多的牛菜花 你要不要带我去看一下 他可以 我明天带你去看 结果第二天 我打开他家的门 你看哇 曼山边也都是牛菜花 再到门背后 一个曼山边也 又是牛菜花 就是住在一个那么纯苦的地方 所以你看 这个旺夫啊 就傻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要想住 家里做个胖情婦 想一个像王啊 太小架才叫旺夫嘛 就是啊 那这个 这个大哥 在这边就是 说对了阿姨 找对了老婆 这是很正确的 他没有找到我就惨了 他父母永远都没得上台 而且他弟弟也受不了了 父母啊 老泪种横啊 你想想看 曼山遍野都种满了油菜花 那是什么地方啊 美泽美饮 你闻到了油菜花的香味 就闻到了贫穷的味道 多么多么一百多公里 就是出了一个大学生了 他们兄弟俩长得帅 但是你光长得帅 人也会老的 那结果你看 他弟弟啊 准备全力以赴 来进行阿里斯爷 他父母 就是阿里公司 在这个 我本来想放这个视频 但时间太久 有空再放吧 非常的感动 那一天 真的是我们人生中 非常值得荣耀的一天 公司呢 还专门请了班队 就是那个 摇滚的一个乐队 还有主唱 全场给我们伴奏 而且这个黑色碗里 还有没有别的照片 只有一张这个 是不是 我等会再发一张 本来是说 让我们是唱什么 唐装的 后来我拒绝了 我说唐装 汉服 一个汉服就五六种颜色 那个背景就五六种颜色 哇那一百多个人 怎么乱七八糟 我说不行 那你想怎么样 你只要做到钻石 你想开什么晚宴 我就配合你开什么晚宴 发这几张文语啊 等一会发吧 等一会发 等一会发吧 然后呢 你看那个主题叫什么 有凤来仪 海军老师的那个是叫做 什么 什么 一会儿 什么 什么 海天高 海阔天高 我是有凤来仪 张强老师的论比 他说你要没给我论比 废了 他的领导给我 给我写 好朋友给我写的 他是我们的会长 也是 很好的朋友 然后 我说我要黑色晚礼服 我喜欢黑色晚礼服 为什么 高贵 上层社会都有一件黑色晚礼服 男孩子全部穿正装 皮鞋 红酒 然后我觉得这个才有派头 才有范儿 所以所有的整个的晚宴 全部改了 都改成这种 是什么 海阔天高 有凤来仪 这个很漂亮 等会我发视频吧 等会我一会再发 非常的棒 然后呢 所有的这一切 其实就是从我们的一个想法开始 你要有内在的动力 因为我们在想 没有想上鞍 没有想上钻石的 后来那个 第六祖是在11月 还是多少月 一月份才脱离的 后来他连续第六祖 一二三他自己都达标了 而且那个德配哥哥来了 那一次 就是那句话 成功达标 不是架构 而是你的想法 你想上 你就能上 我终于明白了 风光免FC那句话了 我就下定决心 就是我们第六祖 才上了一个月 第二 第五祖 才上了两个月 而且小小凤 不是这个六祖中的一祖 第七祖 就是另外的一个 点垃圾的女孩子 也成功了 所以我要跟他讲这个故事 这一个讲完了 下一个故事 安丽事业是 由于成功的事业 来看看这几个 小家伙 我们看看这个 那个卷头发那张有没有 对 你一看这个无字操栏 看到没有 这个一看 毛都没长期 小孩子 开始一岁到我家 体育学院高材生 就打篮球的 打得很帅 这个都是一米八 一米八五 这个Winsome 你可以跟他们交朋友 来广州 因为我们是最火爆的一个 一个会堂 因为很多年轻人 这个叫小小君 他是为了见高人 来认识海君老师的 但是这个九年后很厉害的 都会怼人的 他也在怼 海君老师讲一句 他也讲一句 后来最后被老龙给镇压了 被我老龙镇压了 为什么 人生阅历 你的这个智慧 你的整个的这个什么 智慧的含量 和你对人生 肯定是没有 我们有经验嘛 所以他讲一讲 就被影响了 那一年来才21岁 现在23岁都达标了 这几个孩子 都是温馨 温馨 对哦 那我要讲 这个其实就是老师说的 二十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感度是最大的武器 没有技巧 我一堂营养课 我都没讲过 我就上了钻石 我到现在都不会讲营养课 我是靠美容起家的 但是现在我已经 就是说培养很多美容师 他们讲 我也没有参与美容专业办法 以前我还帮蔡家姐讲美容 那我总不能到60岁 70岁还在讲美容 很怪吧 是不是应该提升一点了 就是你应该是 人才加教材 才能赚到钱财 老师说的 而且呢 我们应该是提升自己的定位 要是领导力 要培养更优秀的领导人 让他们比我们更强 我们是绿叶 他们是红花 而且呢 他这些孩子 最后是怎么达标 再看看这个小小朋友 就那个 捡垃圾的女孩子 来下一张 先看一下 这张 这张呢 他们是在三亚 旁边是纪老师 就是让我们感动啊 就是想上钻石那一年 纪老师给我们讲了 五个半小时在三亚 从吃野子鸡 吃到打羊 然后到隔壁这个咖啡厅 又讲两个小时 他讲什么我不记得了 但是这些孩子的心目中 纪老师讲的 这每一句话震撼了我们 你看那个时候 是不是还自信未托啊 而且 而且他们都没有什么 人生阅历的 都是刚刚大学毕业的 结果大学毕业之时 就是达标之日 如果他们要找工作 只能当教练啊 健身房啊 每个月不就是五千六千 社会新鲜人没什么钱的 但是他达标了 高级主任 你大概每个月 收个两三万人民币 就相当于你们这里多少钱呢 三千美金 四千美金 四千美金 就等于说你要工作 多少年才有这个钱呢 而且 而且 他是单身了 他没有说没有 还没家庭 还有 你想想看 这个年轻人成功了 找他的女朋友 多到从 从这里排队 一直排到珠江边 还可以掉几个下去 他是可以有 选择权 可是如果你不成功 广州话 说这些小孩 二十一二岁 就是 谁脸仔 谁脸仔 没打我的眼 小孩 别碰我的东西 是不是 谁脸仔 脸仔 什么福祉话 怎么讲啊 小屁孩 别碰我的东西 走开点 要不只能做个开来飞 那在这一年的时间 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呢 你再看一下 这个垃圾的小姐 来 不是这个 他们介绍人 等等 不是这个 介绍人 这是我们去旅游的时候 也拿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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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小小姐 已经是 几次去你再付出啊 就是 这个小孩 他叫小凤 刚才那个叫小小君 因为我叫小凤姐 他叫小凤 海君老师叫海君 刚才那个小男孩 就叫小小君 成功可以复制 这个女孩子 你看 他24岁 今年认识我的时候 大概是22岁吧 这个时候 他在高中时候 剪垃圾的一张照片 穿着拖鞋 矿泉水 纸皮 穿着一个破凉鞋 典型的广州女孩子 毛门啊 毛门啊 湛江啊 南宫的毛门啊 说广东帮 就说广东帮 被你们福建帮 赶到后面去了 知道 这不重要了 说白的都是要 平凡人想创业嘛 有想法没办法 爸爸赚钱倒闭了 做海鲜 就卖你们隔壁那些冰鲜了 倒闭了 七个兄弟姐妹 都是很平凡 然后呢 几个弟弟 是美团送外卖 是炒外卖 送快递 开出租车 都是很普通的工作 那三个姐姐呢 一个有什么嫁错了 一个有什么 哎呀 总之就是很麻烦 她整个家 但是她们很有爱 所以她性格很好 你看这个女孩子 有什么特质 她居然让人家 拍了一张 她捡垃圾的照片了 而且你看 她一直在笑 看到没有 这就是她的特质 一般人家捡垃圾 都不让人家看见的 但是你看她多勇敢 她不仅让你拍 她还笑 她说我要记住 末期 都有一天我出人头地了 这个照片 是不是 所以季老师讲的 要想出人头地 救助安利 没错 这几个小孩身上 就是最好的写照 你看她从2022年 7月大学毕业 注意啊 我没有说我20年前 我也没有说10年前 也没有说5年前 就是去年 所以各位有经验的领导人 你一定要找 那个正在做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 报纸可能要看新闻嘛 你可不能看那5年前的报纸 有什么好看的 讲都不好意思了 所以我们非常幸福 非常快乐的原因 这个小孩子 2022年 就是去年7月 现在是不是5月 5月是吗 她在去年7月大学毕业 9月达成助理 助理广州是12万 我不知道你们这里多少 15万 你们的收入 你们是美金 那我们那边是人民币 大概3万块人民币 小女孩啊 一个简破烂的小女孩 然后呢 2022年11月达成营销主任 就是三个月嘛 2023年2月 现在几多月 5月 4月份的时候 她达成了高级主任 为这个女孩子鼓掌 来下一张 这是她的团队 这些都是她的小伙伴 一年的时间 全部都她的间 这就是小伙伴 这一堆小孩子 都是22岁23岁的 你看这些 还有他们的妈妈们都出来了 就是刚才那两个小男孩 那头发都没长齐的 两个妈妈 巨妈咪妈都出来了 而且带着托尼小红 所有的这些 一个4000分 7000分 然后呢 小小军也即将 以即将向云章达标 那三个月4000分 就是4000分 大概赚一万块人民币 就可以去无锡旅游 而且他们可以开一个晚宴 安宁公司请他们的父母 参见他们的晚宴 哇 这两个23岁的小孩 现在23了 长大了 认识我的时候才20 就是见高人 见高人进来的 他那个叫做不会销售 他就是见高人 我带你去见个高人 就见到海军大哥 结果我有一次把我20年前 很多照片翻出来 那个小小军最喜欢哪一张 就是我去见高人的照片 我见那个高人是谁 你们都知道了 他一看到我那个见高人 也是一个普通的半框中 我拿了一个笔 拿一个笔笔记 我扎了一个好长的马尾 他说 那张照片最有趣 因为我也是见高人 没想到你看我们20年 都是新朋友 20年后我们也成了人家的高人 所以有首歌叫做什么 长大后你就成为了我 那天不就是这样吗 那能成功 我们能不能成功啊 他没有任何的人生约 但他就是什么 第一个珍惜感恩是福报 因为小军他非常非常非常 可万要的机会 他有想法没有办法 他虽然读了大学 但是没有办法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当他在我们楼下派单啊 疫情的时候啊 所以你看是不是逆境了 或者也可以破纪录 就是因为疫情学校不开学了 他就遇到我们了 你说所有的逆境 是不是都上帝准备好 给我们的礼物啊 因为他不能上课 所以住在了我们楼下 给我们派单 派到了海军大哥的手里边 他说这长得胖胖的 很像个老板 他没有找张强啊 佩奇啊 他说这个张强 比较像海军的这个司机 他说这个 他说哎老板 以后说不定跟你混了 这个人家 我那个我老公就跟他 好上去 我带你提你吃饭 我估计他也饿了好几天了 因为他说 他吃了无数的过期方便便 他睡过无数的麦当劳 没有钱嘛 没有钱就没有钱了 父母也没有钱了 就没有办法自助他 他是他们学校的特困生 就是国家贴钱给他上课 但他要贷款给国家 要贷款读书的 他们到学校饭堂 只能点最便宜的菜 我看有几天他饿得要死 我说怎么这么饿 他两三天没吃过饭了 跑到我们家狂尸 孩子 他推荐的都是同学 教育军台家里环境好一点 他又推荐了一个小红 我看就这个 这个小女孩 他不亲啊 这小孩也是特困户 而且他跟他哥哥更惨 他们从小父母离异 他连他爸爸都没见过 就是父母离婚了 他爸走了 他没见过他爸爸 他爸爸不是死了 他走了 没这个人了 你说要不要帮 你说阿丽事业是不是 不是住人的事业啊 是救人啊 救人的事业啊 在文娜喊 阿丽事业不是住人啊 是救人的事业啊 所以那天我也是把这个图片 放给了那个魏医生的那个姐姐啊 我说你再没有信心 你有这个小孩 没有信心吗 而且你还是专业人士 你有医护的知识 他有什么 他只会打羽毛球 他实在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他去参加羽毛球比赛啊 拿了个第二名公开赛 拿了一笔一千五的奖金 他说好 这个月有点生活费了 然后呢 他很聪明 他不是很多年轻人 跟他来创业 都没有钱 生活费还是要的嘛 你不能说一点钱 吃饭的钱 都没有来创业 也不行啊 结果呢 他很聪明 他让大家都去 当裁判 当教练 教练叫什么 教练小孩打羽毛球 还有教那些小孩子 做裁判 裁判是不需要什么技术的吧 一个小时一百块 那个球也没落到那个界限了 我们会想 基本上有二十多个裁判 都是跟着他打零 他不上班 他上班不行 一上班就没有时间 做案例了 我们就白天上午 勤劳一些 打零工 赚到生活费 一个月三四千就行了 下午中午 都在体验馆 你在体验馆 十四有九十看到他们 你知道这些孩子 多勇敢了 我们在海中区 封城的时候 海中区最出名 就是中大布料市场 你们都知道的 因为那就等于说是疫情最严重的 现在十几二十万人回湖北 因为那个时候很密集 那些孩子们多勇敢了 那个月他们达标 是在十一月十二月的时候 最艰险的时候 他们把行李 全部都拉到了会场 我们就在会场睡了 为什么 我们那栋楼如果不出来 可能被人疯了 疯了我们就不能做业绩了 所以各位大人们 我们有没有他们那种 上天的决心呢 有没有啊 不了不起啊 但是你们来广州 可以看到 这些孩子 他们是住在最普通的民宿 你们去看看那个民宿 就一定会成功了 那个民宿 真的是 我都很感动 他们住的最平凡的民宿 他们不一定吃得起 最好的饭菜 但他们是最有梦想的孩子 然后向后有一句名言 他说我没有钱吃饭盒 但是我有钱吃蛋白粉 你懂了吗 就用产品啊 这个才是年轻人奋斗 可歌可泣啊 所以看到他的时候 我问我自己 到底在干什么 你做案例 能不能不要这么做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矫情 你能不能放下身段 你能不能看看 你身旁这些创业者 他们多需要你去帮助他们 去鼓励他们的 领导人 我们在做什么呀 我经常扣心自问 你到底有没有真正的 为人家讲过 人家是来成功的 他还需要我们的一些助力呀 你看这些孩子 他们都没有钱 刚毕业 身上的第一件西装 都是我们送的 第一双皮鞋 都是我们送的 那当然也没有是很贵 淘宝报款还是有的嘛 而且呢 像夏尔夫那些穷孩子 都是这个一件衣服 那个一双鞋子 这个一个裙子 包括那个什么 那个 续姐的有个伙伴 也都送过裙子给他们 他们都穿的这个 就是怎么讲 不能说乱七八糟的衣服 人家送的衣服 都是第一个财政严重 就第一年是不懂的嘛 就像刚才那些小孩 我都是在大便宾陪他们 跟他们开小照 没有跟他们讲安理 然后到我们家 去做家庭聚会 煮了很好吃的饭菜 然后是什么 每个人只说他们十块钱 那小孩都饿啊 发玉琪啊 哇我的天哪 这一餐就没有一斤米啊 那个米干啊 一个月就没了 我妈说天哪 你都养了什么人啊 什么 哇那个米干 一会就吃光了 一会就吃光了 我特别欢迎你们 澳门大会来看看这群孩子 你们会 你们一定会找到 奋斗的那种动力 因为他行 我也行 他行 我更行 因为我们的人生 就是应该来 见证别人的成功吗 不对 我们的人生 应该见证自己的成功啊 他们是给我们 好大的信心啦 你看这个部队里边 都是很平凡的 有大学刚毕业的 有社会上的 包括这个小红 他们四千分 全部都是 陌生认识的 四个陌生人 然后换牌子 做到四千分的 这根本就没有人际关系 我们都是这个 什么在网上啊 在这个陌生开发认识的 我都为了这些年轻人点赞 我觉得他们那种奋斗的精神 值得我学习 而且你看那一个月 叫什么 大巴也不通车 逼便远停了 连那个 只能走路到会场 那个月他们还在打标 这年轻人太了不起了 我觉得现在他们的队伍又庞大了 我那天我又打电话 这个说他们又多了 更多的年轻人 所以我给他们取了个名字 叫明日之星的团队 很多本来都没有动力的人 看到他们都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会场啊 就觉得人家行 我也行啦 那有几个富家里 家里条件很好 很漂亮 都觉得不好意思 觉得哎呀 人家都上了 我没上可丢人啦 那行我也行 我没人 我就卖货 我也要卖上云场 所以我们会场有个好漂亮 小女孩 也上了高级主任 就被她刺激了 所以 英雄莫问出身地啊 你要成功 安利事业就是一个平台呀 如果你在 三年来 你没有年薪一百万的这个计划 你来看看这一个平台嘛 万一行呢 万一真的可以成功呢 你没有损失啊 你没有投入啊 你只是投资了相信嘛 所以我们在看这个孩子 现在他从一个人 去捡垃圾的一个小女孩 到现在这么多人 都是他的伙伴 有没有信心 大家 他只是单纯 相讯 听话 照着做 好 那接下来 因为建峰大哥 真是很不容易 又当爹又当娘 而且年龄那么小 尔子底 然后是主动跟上老师 我说你怎么跟上老师 我派纸巾啦 他们说不要去 这是老师的位置 他不行 我要去 我不去 我就一辈子都没有的出头 一个一个的 FC派纸巾 让老师认识了他 然后在北美的大会 带了一大群的领导人出来 让人家认识了他 相公也是啊 哇 他带着一大票的这个年轻人 现在 陈老师都知道这个小女孩了 现在他已经完成目标 但是他没有满足 他说我们总不能说 钱卖个月 这个六个月卖米粉 另外六个月就不卖了嘛 是蔡小姐教的 她学会了 她不行 我干完了之后 我让孝俊也要上 药名也要上 片名也要上 我们的目标就是 四代上银章 四代向高级主任 四代向银销经理 四代上钻石 四代一起上FC 所有的人学 硬性 实现人生的梦想 你生活也行啊 所以你看这个跟年龄没关系 跟身高没关系 跟体重没关系 跟你的想法有关系 你想不想改变自己 我相信在美国 在这样的常人街 第八街 你已经是很难找到 这么好的机会了 你只要有民事辅导 老师说的三三六吧 本钱公司出 本事老师交 本人来就行了 有人交有人帮 跟上世界地 用老师的经验 人人都成功 他们就是珍惜感恩了 觉得不应该 人家对自己好 不应该呀 然后看到我们鞠躬 那个马尾 那个马尾吧 扎个马尾打球嘛 跟我们鞠躬 每一次都 马尾就掉到地下 人家又甩起来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为什么 没有机会嘛 他后面的伙伴都看到 说人真的要感恩 一个不懂的感恩 是没有良心的人 上帝是不会保佑你的 你一定要懂得 人家对你的好 你想想看 如果你花了时间 花了钱 来来没跟着 你没有成功 你对得起人家嘛 是不是 你带着人家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 搞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 鞠躬打水 你掌控 你觉得好意思吗 不好意思 一个领导 有责任感 我们一定要看到 身旁的朋友 有没有成功 有没有真正的 让他们做得好 所以接下来 我用短时间 给建峰大哥 整个韩香姐的会场 你们最需要的东西 一些基本的心态和观念 来 把这个 把那个文字 你用一段法 先基本心态好不好 把它这个放大 对对对 把它放大 基本心态这里放大 放不到 截图 一点一点 点两点 它就放大了 对对对 然后把它放下来 把它放大放下来 对对对 要么就截图 我跟大家讲讲这个 因为这个容易复制 我为什么一定要这样 这个我也送给了Vincent 希望你在西雅图 有自己的工作室和会场 要讲的 99年90心态 基本的心态 首先第一个 老板的心态也好 创业的心态也好 我们现在是创业者 打工者有什么动作 打工者有什么动作 踢一踢 动一动 不踢不动 忘记踢忘记动 是不是 老板叫我干啥 我就干啥 但是你在 你在这个事业 也不行 你是创业者 创业者就是 我经常提到 我这老师说的 叫做什么 坎诚 是什么 陈老师讲的是 务实落实踏实 还有成功的事实 坎诚的面对自己 务实 落实 踏实 还有什么 成功的事实 所以我说广东人 有一个精神 很好 叫不锈钢精神 不锈钢精神 不锈钢 广东人最喜欢 有不锈钢盛汤汤 盛饭 因为不锈钢是什么 实在 在在地下 我回来 你们有没有吃过 不锈钢 的碟子 见过没有 吃过那个饭没有 你看我们顺德人的 不锈钢 都是成的最好吃的 白蟹鸡呀 鹅呀 鱼呀 那个碟子不好看 内容好看 漂亮的碗里边 放了一些很难吃的东西 我们自从踏上美国 这个土地之后 就觉得好像 有点不正常 每天就思考着 我的米饭在哪里 然后呢 每天要吃汉堡包啊 是什么 那不重要 说的是 把它截图就可以了 放大截图 就可以直接了 我经常看这个事 老板是什么意思 在外当老板 绝会一定有组织有业绩 你没有人没有业绩 就是心态有问题 你没有做 你没有想 老师说的心态能力组织业绩嘛 业绩是因为你的心态正确啊 你真的想创业 真的想干出一番事业啊 所以不要捉 那我是去珠海 去海威那里 我去那里 他本来是十个人来学习 我跟他讲讲来 二十个人来 孕妇都来 那个孕妇很可爱 他说我明白了 老师你说的不要捉 老板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创业者老板就是不要捉 不要矫情 不捉啊 不要在什么 喝某种咖啡 不喝什么 你就要像建峰那样 地下室也得去 管人家说 叫你做什么 你只要能成功 脚踏实地 不要怕吃苦 不要怕累 一定要有这个精神 当然现代社会 我们都想 这个是什么 你没有别的选择 因为你 你真没有两头力 你不能够 怎么说 时间金钱 杂事放两边 案例放中间 杂事放两边 目标放中间 杂事放两边 事业放中间 你时间花在哪里 哪里才会有成就 我们这三年 睁开眼 就是电话会议 睁开眼 就是做聚会 你知道吗 在那个疫情 最严重的时候 整个案例体验馆 都没有人 没有人 150万的体验馆 一个月的租金 一天租金 5万块 案例公司还在开 因为给我们这些 创业者一个机会 但是没有人 敢去 怕死 个个都怕疫情 带着口罩 只有我们会场的 这些勇敢的领导人 都在四楼做聚会 整个四楼咖啡厅 那个顶楼那里 就是我们团队的人 安定公司的职员 过来看一看 就走了 因为他也觉得 我们很了不起 所以上一次 我们是开什么会 我忘了 反正开NTY 反正我就走在 那个四楼的 那个走廊上 公司开会 有一个是 插换系统的 就是其他系统的 我也不太熟他 走在路上 忽然跟我讲 小凤姐 你真了不起 下去学习 神抗修 还是谁 我那一刻特别荣耀 我觉得那个才叫做案例 我没有忽然 我能为他还吃光 我那一刻才知道 怎么叫做 荣誉责任死密 真的是 不要再炫耀自己 那些无谓的才华 无谓的所谓的能力 无谓的那些漂亮 没有用的 那些都是虚的 你要实实在在的 做榜样 做带动 在第一线 做出一些 让人家敬佩你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这个 你有老板的心态 你有创业者的心态 你就会很牛感的 在那第一线 做榜样 做带动 训良官 我们是开了一个 好大的一个 一个这个什么 就是刚才安理公司 发的那个 你们看到没有 海上的那个 那个摄影 就那一段 其实是我们团队 在搞活动 一般人家那个 其他钻石拍的 那个照片 都是在个 跑地上拉着手 就是 这个内容 是因为我们 在搞活动 不是派了个摄影队 我们自己也 请了个摄影队 我们八千块钱 请了两个摄影师 还有航拍 等会有些 我放给大家看吧 因为我觉得 这都是实物经验 就做出来 不是我胡说八道的 是真正做出来 为了这个 训料湾的 这一个活动 我们几个领导人 我跟海军老师 带动 带着两个左右手 我们在四十度 浮天那天 后来抬着头 天哪 不是最热那天 我们都不出动 最热那天 吃个大胖子 我说去聊湾打前站 就是你不考察好 你不能带着大团队 两百多人 吃也没得吃 玩也没得玩 你都走了嘛 我们要打前站 那天好热啊 我们去考察 每一个在沙滩上 哪个烧烤最好 哪个舞台最好 哪一个烧烤店最好 哪一个酒店最好 是怎么样开会 那一天 我们这四个人都中暑了 太热了 你知道吗 一个学会营养 都知道 魏医生讲 如果你喝一杯冰水 哎呀 公喊 是不是都这样啊 喝不喝 我们那天啊 四个人喝了 十二杯冰的柠檬茶 还热呀 后来我们那个 谁 那个林大人说 呀 我说你怎么 那个头冒烟啊 你也在冒吧 小董老师 我说我怎么冒烟 太热了 一喝下去 那个水呀 那个雾啊 我说 我一下子 四个大胖子 都在冒烟 然后两眼都 但是我们很高兴啊 为什么 为他人付出 就是一个领导人 应该做的嘛 当我们不愿意付出 我们总是要求 我们的部门 总是说我们的部门不好 当我们总是在指责人家 都怪人家不好的时候 你就是卡在那里 而且你的正方的人 都会离开你 为什么 你没有帮人家嘛 你都为了自己嘛 那么自私 我也经历过啊 后来当我明白 安宁事业真正的是 鼓励别人做榜样 做雨伞的时候 我们虽然头上冒烟 但是我们很开心 然后呢 那一次我们非常成功 有航拍 你在那个公司的自已私啊 他说什么 我拍过这么多的影片 我觉得你们才是我 值得见目的生活方式 因为你们是真正的 为伙伴着想的领导人 而且我见过 无数的领导人 他都让别人去干 你们是亲自在干 还有 在那个训良湾 那个老板 他说我见过 无数的人来烧烤 你们团队是优质团队 旁边所有的那些个底户 全部都被我们吸过来了 都唱不下去了 为什么 他说你们是有组织 有己律的优质团队 还有航拍 有宫火晚会 有烧烤 放烟花 我们都放了两万多啊 所有的高级主任 排成一排 就是最贵的烟花 高级主任 便宜一点的银张 其他的 大家可以看 还有集体舞 哇好快乐啊 那一天 然后呢 我在讲 阿丽丝业其实是好简单 好快乐的 只要领导人是什么 你要有创业者的心态 你是老板 这个是领导人的心态 你一定会成功 你不要指挥你的部门 干这个干那个 人们不听你说什么 人们只看你 做什么 你要做得让人 心服口服 每一次 都是海军大哥 亲自碰红地毯 亲自 布置会场 所有的那些板啊 装修那些都是我们自己亲自上 我们没有要求我们的伙伴上 所以当你做得心服口服的时候 你会聚集一群 自同道合 最优秀的领导人 愿意跟你并肩战斗 而且好几个都是在我们这里 来到这里 只有一个人两个人的 都上到什么 一堵托灵 右上银张 一堵托灵 右上红宝石 像那个谁 Maggie你的上手就是 所以说为什么 Paggie说错了 他为什么说 让你对我们这么好啊 因为他整个团队 他做的八千分都不上啊 来到我这里一煮玻璃 又上一个银张 还有只剩一个人来我们会场的 现在都快上营销经理了 住这月 就上营销经理了 就是 在这个世界上 我觉得 最美的风景就是一群志工的道合的朋友 奔跑在追梦的路上 所以建峰他跟韩先生一起啊 我们一起追梦啊 广州可以追 纽约也可以追啊 我们不是来打工的 我们是来成功成功的 不是 太棒了 所以当你有老板心态的时候 放下自己 心甘情愿 冲在第一线 你说的伙伴都会被带动的 因为组织是德色的 接下来 学习的心态就不用说了 拉斯维加斯很快就破在眉睫 没什么可想的 你想成功必须学习 你不学习 就像这个书 浇花就死了嘛 你把学习当成第一位 所有的人就会把你当成第一位 我们这么多年 跟着老师学习 也许中间有一段没有突破 但是大家记得 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 就是 你再低谷 你把低谷的这一条线连起来 也是往上走的 所以你还是在成长的 你不要是什么 你不要说害怕 自己我没有突破 我怎么还没有做起来 其实你还是在成长的 在不断学习的过程 你看我为什么 要跑到美国啊 跑到美国 你看我跟那个燦小姐 我是第一个 没有经验 那个护照指纹没出来 我买了飞机票 第二个是老师有一个 重点的市场 叫耀光 就是澳门那个 那个叫什么 全国比赛演讲第一名 音乐协会的会长 老师叫我去招待他们 结果我就把 来 本来我是跟 卫一生和王旭姐 飞机票 是来纽约的 25号我就到的 还有 从纽约去 拿手为加持的票 拿手为加持 回中国的票 全退了 为什么我招待老师的市场啊 这是老师的鸡肝宝贝啊 你做什么事 老在拎着亲啊 人不能那么自私啊 老师为我们付出了40年 我们就会老师做一点点事 又怎么样呢 我不信我这些钱 我就赚不回来这辈子 人总要有点志气嘛 我不是FC 我刚刚上 说白了 我们的钱肯定没有FC那么多 但是我相信 所有的这些学习 付出也是心境的提升啊 头上冒烟 也是心境的提升啊 你来的是一小厕所 也是心境的提升啊 付出不是灾难 付出是心境的提升 看你怎么看 我觉得 你喜欢小钱 你就一定可以赚到小钱 因为你喜欢他 如果你喜欢大钱 你一定可以赚到大钱 因为你喜欢大钱 就不喜欢小钱 不成老师讲的嘛 你斤斤计较 你就永远赚小钱 我也见过啊 有的领导人 就老实讲的 他就跑出去玩了 他都已经忘掉了 使命和责任了 那再来 那我们就飞到拉斯维加斯 一定说老师又改行程了 在有约还没走 然后 我跟蔡小姐 二话不说 马上就进了 从拉斯维加斯 飞到纽约 纽约又飞回 拉斯维加斯的 来回的飞机票 我觉得这个 所有的这些票 是一个证明 证明自己的态度 态度是学习的态度 我们对学习 就是这么重视 如果没有学习 安利事业 一切都没有了 大家 我还不知道纽约里 拉斯维加斯多远的 后来我看 原来是广州到新疆 这么远 过一个小时 我们这个飞机打得远了 就是上万里 几千里这么打的 我相信这也是人生 一个腾肺 为什么 你有名师 你不珍惜 太可惜了 而且呢 心谁 生谁 忍谁 有这么好的名师 老师这么小的年龄 十八岁 还在第一线 你有什么资格 想跟着老师学啊 甚至我们是 就是说 你跟着老师 有时候学不到的 你也要 我自己也要求 我自己提升心境 我向蔡小姐学习 就问 见风大哥 问身旁的领导 老师到底讲的什么话 什么录音 就是你要用求学 求成功的心态 这我们 他在地下问老师 不是老师 他在地下教我们了 你开玩笑 陈老师这么大年龄 这么 辉煌的成就 世界第一啊 不要说你两句 打你都应该啊 这个话老师 也没力气打你的 所以我们要拎得清 总点是 这么好的老师 真的可遇不可求 他为什么要 留了这几天 在纽约 不就是为了 我们见风大哥 为了韩小姐 还有我们所有 今天在座领导人 为了大家的付出嘛 所以 老师的名言 只要我跟季老师 走得动 我会到 全世界各地 看我们的伙伴 帮助我们的伙伴 你看老师那天 腿都走不动 都让季老师来到现场了 我们有没有看到 这种超级成功者 那种心境啊 我都特感动 我说季老师 你就不用来 我们四大美女 来到这里 轰大从下午一直到晚上 人家布什么 这个地方叫什么 我在外面长怎么样 我都不知道 就看到一个冰箭 和那个水库 啥都没看到 这么一碗米 但是我觉得很高兴 也不管在哪里 华人都是新年新的 是吗 所以拉斯维加斯 我们要去 美美大会 我们要去 要去的请举手 太棒了 这是优秀的中国人 这中国人真怪 是吧 我们的天风 还一家也都能成为 这里最优秀的钻石 过你而出 然后呢 下次我们来到这里 我相信一定会打电价 是不是 天卑得人缘 感恩得助力 天卑是第一个 《易经》的第一卦 天卑得人缘 感恩得助力 人家帮你不应该 我们对别人好 才是应该的 这句话分量很重的 别人对我好不应该 我对别人好 是应该的 刚才鹅妈妈 感谢 她说 我那个邓国宏 在你那里顿户了 我说鹅妈妈 我会对她好的 当然我也会掐死她 你也对我讨厌 我会的 我会把鹅腿 迷腿 从台湾打包到中国 他给你吃 你一下子 我就把鹅腿 塞在你这里 是吧 融入 刚刚来也许会觉得 这个胖美人 在台上跳来跳去 讲个啥 这个见风 怎么会唱歌 这个就觉得很奇怪 不熟悉嘛 融入 也要融入到青菜里边 才能活出生命的味道 你既然这是一个 正能量的环境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 跟我们交个朋友呢 也许我们会 是不是做得更好 也许呢 我们大家在一起合作团结 会把这个事业做得更棒 还有一个就是要坚持 坚持 那我就坚持了点范了 这么多年 我们没有上F7 我觉得没有什么了不得的 比如说你害怕年纪大 你看什么呢 年龄是美好的 坦然的去接受他们 那你没有上就没有上嘛 你就慢慢来嘛 你总有一天会上嘛 你的老师都没放弃 你干嘛自己放弃自己呢 修炼的这个过程才是最美好的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 这是一个基本的心态 读一次读一次 第一个 老板的心态 第二个 七 三个 七 四个 五个 七 一本心态和观念是很重要的 那我相信 因为这个都是大家台湾老师教我的 我也一手接爱 一手传爱 分享给纽约的朋友 因为它比较是硬硬 大家有意复制 本来不应该用文字写出来 但是又为了复制 所以把这个最简单的东西重复讲 然后第二个呢 讲完这个就可以 我就可以下去了 下一个 基本关键 第一个 还是创业的关键 我们来这干嘛呢 你喜不喜欢 你都要先创业 因为我们在中国人在 在这个美国 进不了人家主流 是这个主流的社会 进不了人家上层社会 你起码要让自己 有一个生存的空间 让人家 想在纽约做案例 我们就来到 这叫什么地方 什么会场 有没有会场的名字 几个中国人的名字 超凡纽约会场 就来监国的会场 韩夏节的会场 这个什么 盖阁密去延安 在美国端利 就要去找 库鲁克林的会场 太长了 搞一个中国的名字 你们开一个会 你想个办法 好吧 取个名字 我们就叫信和会场 信和现在已经是品牌了 我有给你们看两个照片 学习 还是学习 这叫基本的观念 关键带动 才会让人成功 如果你是用能力带团队 你是带不起来的 用观念带团队 呼噜下去起来了 用观念带团队 不要用能力带团队 我们来这 可以让 叫你们产品示范 营养美容 但是那个 不是最棒的 给正确的观念 才是最棒的 基本能力 你们可以去学嘛 可以去找上网了 或什么学 白米师傅 我们来讲 太可惜了 学习的观念 创业的观念 你看你有创业者的观念 那你自己就要想办法 在建峰真了不起啊 他一个人 什么都是自己挑起来的 这个会场这么漂亮啊 他尽自己最大的能力 你看这些每一样东西 我们都用欣赏的眼睛来看 最少的钱 办最多的事情 真是太了不起了 来给布鲁克林的 自己 鼓励的掌声 合作 要合作啊 韩香姐跟建峰也是合作啊 大家在一起合作 有时间跟没时间的合作啊 会做安理跟不会做的 安理的合作啊 会讲你俩的 不会讲你俩的合作啊 会美容跟不会美容的合作啊 还有是什么 你要是 男女老少都要有啊 会场 六处兴旺啊 男女老少不就是六处兴旺啊 有男士 有女士 还有什么 年轻人 你看 像会场的形象啊 很重要 我讲讲合作啊 我现在老师说 特别欣赏建峰 哇 他一会儿又拎个 一会儿又拎个 一会儿又拎个 一会儿呢 又来了一个手镯 一会儿又来一个项链 一会儿呢 那个衣服呢 是什么 很时尚 很freshen的 一会儿呢 又变成一个 有腰的西装 哎呀 我都看待了 哎呀 像百变 没面帮一样的 哎呀 就是太棒 太帅了 我又摸摸 他的头发 我说这个什么颜色啊 他说这个案例最时髦的 什么什么颜色 结果隔壁那个阿姨 给我带来一盒 给我来一盒 是不是领导人也是榜样啊 变美变漂亮 是不是也是榜样啊 哎 所以呀 我是随身带着玻尿酸 一会儿 我说 来玻尿酸 眼带就没有了 一会儿去紧 玻尿酸 要不要来一点拍照 一会儿就说 叫什么 太小点 我给你来点粉底液 是补装最好的 名项很重要 名项很重要 老师要求 FC必须带哈姆斯 人都到哈姆斯上班了 是吧 从这个戒指 到这个项链 到那个什么 到丝巾 到包 他已经入迷了 因为香腊不买了 20年前 我认识老师的时候 就买香腊 买到香腊 把香底的货 都拿出来 给他摩特秀 现在不完了 现在买哈姆斯了 上瘾了 200多个哈姆斯 台湾的有70多个哈姆斯 后来我说 他怎么那么喜欢哈姆斯 而且他一看到领导人 FC必须带哈姆斯 我还读错了 哈姆斯 这个问题没批评 你不要这么老土 好不好 哈姆斯 好 我说我研究哈姆斯的历史 文化底训 就是个丁 不是一个丁 那个什么 那个马蹄 马鞍的吗 不然现在卖个那么鬼贵 好吧 也探索一下 这句话 站住住 所以我回去也等几个 是吧 老娘有钱 别以为 是我的观念有问题 我家里面都躲着 不拉出来 我觉得排不可外露 我觉得最重要是内涵 这个明神就加了一句 对 不仅是内涵 我那个包也是七千美金 都是我的器材 我说对 我说不对 老师说不对 就不对 因为我老觉得 有内涵 爱看书 讲话 有内容 就能够影响别人 有文化底润 就是最美 后来我发现不行 因为人家三秒钟 没看到你的外在美 不会用三十年了解 你的内在美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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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钟 我看到了 陈老师的香烂 才跟他走个三十年 同样道理 他们是一代 黄金万年 我开始 这样 你们说到哪里了 要跟上 跟上 跟着老师 跟上 这个 跟上自己的领导人 还有一个是什么 要合作 你不要说 我跟你讲 这个老师 都非常懂得合作 去日本 跟日本的皇冠大使 合作 请Peter Ewa 德国的皇冠大使 日本的皇冠大使 韩国的皇冠大使 是不是合作开四强会议 老师是非常会建立的 我在广州帮他带一组 叫蓝蓝的那个领导人 他跟我说 晓风啊 老师不接他电话啊 为什么 我一接电话 那你讲的差不多不听了 那不就干扰了 你好好的带 我 做什么 黑脸 你做 同脸 我们来合作 你看 就我都合作啊 我都吓得发抖 老师 你目的是为了这组成功嘛 因为我老师讲的又跟你不一样 他就不听你的 那你这组不就完蛋了吗 为什么 因为经历了太多 我老师有经验的 他说FC谁都不准 这个骚扰这组 你就好好带 年纪全力 搭乎你的所长 你这个蓝蓝也下个月 准备上银章了 准备上银章了 就海军大哥 就帮他做银去了 哇 原来是挥头 然后来 我就用老师的方法 陪伴他 他也也开始做起来了嘛 所以就是你看 这种合作也是 我说 跟那个什么 我想在美国 在市场 那个儿妈妈 很可爱 哇 美国的消费很高的 收入也很高 我合作 我合作 台湾的人你帮我带 广州你的人 我帮你带 美国的人呢 建峰和寒夏姐帮我带 你们在广州的人呢 我来帮你带 那么大家都是 跌离死的一群合作嘛 是吧 那然后呢 你们只要看到 魏医生的伙伴 你就要对他好一点 看到王逊姐的伙伴 对他好一点 看到我们的伙伴 对他好一点 我们也在各自的战场 替大家去服务 怎么就最好的合作了 是不是建立实力 不费力啊 所以你们记得要去福州 去中海啊 来广州 不欢迎秋莉姐妹回家 我们是全世界老师 把地球变小 把家变大 这是不是就是进行合作的理念啊 我只要在本地好好干 哎呦 就是老师的就是这样 合作是很重要的 那合作的前提 是不是首先要喜欢对方啊 你发自内心的喜欢 欣赏对方 很帅真 很坦诚的喜欢对方 很朴素的一种感情 对人家好 我呢 去到哪都会成功 所以为什么我们从五个人 变成了两百多人呢 我没有别的 一到上课啊 建峰啊 还有我们的那个领导 就站在门口 那你们这个还不行啊 算好看一点 还不够漂亮 我穿着看这个姐姐这么漂亮 我特别欣赏你 褲子特美 一会特美 站在门口 欢迎光临 欢迎回家 欢迎光临 欢迎回家 走的时候呢 也要站在门口 这个叫做什么 欢迎下次再来 慢走 我还拍拍人家 不是你讲的 对的啊 下次你要来啊 家人 你看我们会场啊 你要爱这个会场 你的新朋友就喜欢这个会场 除了这个冷灯 要搞点暖灯 暖灯是凝聚的 冷灯是理性的 金灵灯 广州人说 才会赚钱 才会发财 这个太理性了 不行 来几个 射灯 射在你这个相片上 而且呢 我们那个桌子上 经常有很多好吃的 也不知道谁拿的 在会场啊 这个哪个特产 那个哪个特产 他都不舍得走 同样道理 如果我们的兄弟姐妹来 他都不舍得走 你很爱这个会场 你的新朋友 就会很爱这个会场 你不喜欢这个会场 最迟来最早走 你所有的新朋友 也不喜欢这个会场 就是因为我们很爱 我们的会场 这个最早来最迟走 那天凯旋老师 打电话给我 都晚上一两点 还一个人在会场 我说你干嘛不走 我把垃圾 再剪一次 明天人家上午来做聚会 让人家干干净净 不要看到那么多垃圾 那么脏 人家就看得就不舒服 只要人家一变脸 眼睛一变 你马上要看人家的脸色 你就要马上让自己什么 要把这个会场 变得很好 很温馨 像这个什么 家一样很温馨 所有人都愿意留下来 这个会场就越来越旺 越来越旺的 那天鹅妈妈说 我那个时候做得最好的 就是这样吧 所以给鹅腿吃的是对的 老师说 哎呀我怎么吃得下呀 你看 宁可要愚蠢的热情 都不要什么 这个叫什么冷漠 领性的冷漠 要热忱一点 所以我那天 我说你们那几个小帅哥 长那么帅 你对他的姐姐笑啊 笑啊 哎呀小枫姐姐 小小姐 王旭姐你怎么这么美呀 哎呀我妈妈越来越年轻 你要讲话 我看你们都 我们要劝锋一个人 很棒 我看你这几个左右手 也要主动一点 他好看一点 他跟西装 身材这么好 我饿死都没有你们这么瘦啊 我看小姐 饿死都没有你们俩 都这么瘦 你们要 帅西装 西装 你这几多多吗 每个人都几多多吗 买上好点的衣服 站在门口迎避 嘴巴甜一点 腰歪的 看着哎呀姐姐好 姐姐来吧 来来来来 第二排坐 是不是啊 第二排全部塞了亲朋友 坐在那里 哎你要笑啊 要讲话 要嘴巴甜 哇姐姐好漂亮 哇这个帅哥真的 哎呀玉树林峰太帅了 要讲啊 要表扬别人啊 这样和气生财嘛 啊然后呢 就是你要和气生财 要喜气洋洋 欢天喜地 一来到这里音乐要有 建峰大哥找点音乐 他在会前会没有音乐 来猛一点的啊 跳舞啊唱唱歌啊 对吧 哎呀猛一个会场热闹的人就来了 就忘了 他简直就是有人气了 下次我们来就很有成就感了 是不是啊 周围大哥还没讲啊 还有 点线面像是这样 这个太复杂了 这个 这两个基本观念很重要 合作很重要 还有点线面就是 你要像个领导人 头发 皮肤要漂亮 要很美 要很爱乐的 我虽然没有钱 但是我对人好啊 我很快乐 你人越多越多 越多人来 人来了 炸够够了 再换牌子 你就可以上聘了嘛 江峰就这样上 他就对人好 没饭吃了 还做饭给他的过门吃 哎呀真的太感动 你看这个 这一次老师对了一个香烂 对了一个香烂 从第一天 哇请他 跑到那个 那里喝下午茶 送礼物给他 到第二天 又去吃什么川菜 第三天又去那个酒店 然后第四天 又跑去哪个什么饭店 哎呀我都好感动 我看到老师 送的笔记本 还有你们会想要准备一些 笔记本和笔啊 纸啊 这个要 你来一个新闻 哎呀 拿个笔拿个纸记一下 对人家好 孩子们要笑 来笑一下 笑一下 哎对对 哎对了对了 这个感觉就对了 不要那么冷漠 那就是那个 要在车上 我们在研究 跟你们讲什么 我说我发现 他们不太爱笑 这个名字 对不笑 所谓也说 对要笑 先练笑 笑门万福来 微笑是第一张名气片 你再漂亮 你不笑也没有 你要创业做生意 做老板吧 哎呀呀 混沌面一碗还是两碗 是不是这样的吧 你又来了 混沌面一碗还是两碗啊 你原下隔壁那些小商小贩 都很热情的 你看那个老板娘 哎呀来啦 请啦 到里边啦 我们是吃福酒太的 是不是都很热情的 一样的嘛 你也是生意 也是 也是 只不过老师不会跟你讲 但是你要 要快乐要像 最漂亮 结婚那件衣服就穿过来 是吧 还有一个没笑 他爱这个色彩虹 嗯 好了 终于露牙齿了 成功了啊 好了 后面快速 我讲完要看小姐 所以今天我们好 一万多公里 退了很多飞机票 才来到这里 大家晚一留情 好不好 晚一点点 好不好 他不是说一天到晚 就这么晚 好不容易来一次 我就想讲多一点给大家 要不然现在就飞走了 什么就不记得了 好吧 来下一张 快速啊 基本能力略过啊 等会儿会给你们资料的 哎 跑了 学生 不不不 不是略过 肯定示范 OPP制度 这叫能力 营养美容前导 这叫能力 主持分享 这叫能力 但是有讲师培训 你们自己到处再来 回答意义 这叫能力 爱维堂课 回答意义 还有央约乙根记 这是一种能力 这个能力不是今天教 你们自己慢慢找机会 找建峰和那个海峡点学 找这个一些资料看 好吧 这是基本能力 刚才我讲的什么 基本观念 基本 心态 还有什么 基本能力 你看这个复制 是不是就很容易啊 来 再来下一张 基本动作 没会必到 点头 微笑 鼓掌 不是拍照 是他一直给我看 点头 微笑 鼓掌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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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为什么我们这个都条件反射啊 我跟那个叹小姐 还有那个左腕 最敏感 我妈妈 我什么都不笑的 他们 你发现不笑 你不得了 训练 点头 微笑 鼓掌 美会必到 基本动作不到位啊 人家所有人都从这都发现了 是吧 动作 自换 这个就不讲换牌子 怎么换位置 换话题 再说 本 本子 鼻 这个一定要有 你们下手也要准备 你要给人家气比气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 基本礼貌 哎呀老师好 要翘 嘴巴要甜 知道吗 这个帅哥叫什么名字啊 滑仔 你要笑 老师好 我叫滑仔 我是建峰的市场 不是 老师好 我叫滑仔 猜猜我是谁 老师好 我叫滑仔 我是建峰的市场 这个 欢迎你来 纽约 要这样讲 多讲 三八到几点 心中有美感 要三八一点 小孩子不要那么矜持 你看那下午那种 为什么成功 你知道吗 他单准了 看到这个 哎 姐姐好 哎 哥哥好 叔叔好 你要叫 讲话 我经常讲话 要叫 要叫人 基本礼貌 看你们都 要这样看 看着我们就不行 训练啊 穿着西装 打着领带 很帅的 走出来 老师好 我是阿华 我是建峰的市场 要讲 哎 老师好 我叫什么 我是这个 韩香姐的市场 你要讲话 衣服穿得好 漂亮漂亮的 干干净净 环境好 你人就留住了嘛 我们特别讲究的 那些不化妆 不擦口红的 直接就补妆 放了妆 那进来 辞到的 辞到一分钟 罚款一块钱 两个选择 要么写检讨 要么罚款 哎 你说 你这样做事 是不是就很靠谱 要么人家说 嘿 怎么这么流的 做事情都不认真的 你看 龙海君 我老公有一个特点 叫逼死 这物理做 我们那几个公仔 都被他逼死了 都 这一条风不停 重新来 就说 哇 你这一句重新来 哇 这个电线不行 重新来 歪的 这个买不嫌 重新来 哎呀 你会想就是 用这种最高标准 来做这个会议和活动的 下面一个 下面一个 基本准备 还有 产品吃完香有没有 有的去熟 没有的自己背起 录音笔手机就行了 现在不用了 产品有没有 有 基本的产品 资料 有 老师的资料有没有 有 有 还摇个头 有谁来 财品盒有没有 有 捞出来 捞出来 等个时候 你的包里掏出来 营养师 你都掏出来 我也掏 我两个 哎 不错 不错 来 掏出来 想一想 没有 你们到底搞啥 你不换牌子的 对对对 我包里有两盒 有没有 啊 有的甩一甩 我跟你讲啊 你包里面不放这些不行的 就不像个座生意的样子 你是 是这么晚饭的吗 是吧 资料 形象 语言 是五大基本 这是最基本的一些基本功 啊 那我今天前面的重点强调 后面呢 你们自己想办法 好吧 还有一个 上载片 上完我就可以下台了 就到我们再下台了 后面 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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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来 美容班 我们的美容班 这个 毕业照 哇 哇 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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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这是毕业的 那我们的西江管理专业班 这是我们的秋兰和亭亭 是我们的主讲老师 那就是那一张 这是我们的营养班 安立公司免费把这个大厅给我们 然后呢 哎 好了 就这几张 不要 这个还没到吃的呢 等一会儿 还没到 又饿了 这是我们的毕业典礼 美容毕业典礼 你愿意与我为伍吗 愿意 愿意 所有的优势学员全部来这里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这个伙伴 下午茶 我们很会搞这些活动 你也可以 因为我相信 美国在很多这些地方 你自己找嘛 你布置一下嘛 下一张 我们在一个城堡里边 在我们的美容师 美容师 是不是 很多的 来 还有 我们的营养专业班 这是安立公司的职员 他受不了了 他说我也要来看看你们怎么搞 现在公司也多了一个这个课 就是有点布置我们的 一次学习中正收益 叫做什么 每个家庭要有一个健康管理师 一次学习中正收益 一人学习全家收益 这罗亚军想出来的 你看所有的这个第一组第二组 还有后面的全部 每个家庭培养一个营养健康 什么什么的 反正这个很厉害的 来了快一百多两百人这一次 就是公司给我们免费提供那个点管给我们 所以我们办的好 能够多 还有 没有了 好 那最后这上面这个可以给你看一下 接下来六月 六月啊 来西班牙 看几张照片啊 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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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油 下一张 美食 怎么没来给你们看看美食啊 哇 哇 好好好 等等等等 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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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上一杯 莎士比亚玉维 装在屏中的西班牙阳光雪莉酒 我会替大家尝一下 是吧 对这个是 听完这个 我跟这个 还有些兄弟准的 唯一跟他一起 我们都去 然后呢 然后我要去法国巴黎 据说设置品比较便宜 好 所以我要准备在那里要什么 啊 补装一下 啊 让人家知道 我们也 也不是这么 必要的时候 不一定要长风一顿 养便于辣 必要的时候会 劝一下 你知道吗 还有 来来 还有一个 对对对 还有一个好处啊 来给大家看看安利大学 刚刚学完 快速啊 这个是11月 现在这个 我们在安利大学 来 安利大学 学中文 17个钻石 加上几年的 前几年的 老师 我们的27个安利公司的职员 这个酒店是从江西搬过去的 在上海叫做宰相府酒店 是一个很漂亮的五星体酒店 来下一张 早上 八段几 这个长得很帅的 这就是我们的教练 然后还有 你看那是罗海军同志 扭着腰 八段起 看到没有 这个 看到没有 我们都是大学生 年纪很大的学生 好 下一张 下一张 快速啊 吃了两天这样的东西 下一张 下一张 一万块一桌 就这十来个人 下一张 仙鹤 都不是在学 在练 修仙 下一张 下一张 快速 学这些专业的知识 还有 下一张 下一张 吃到我们 只有第三天 第二天 报告 能不能给我一碗礼饭 一碟榨菜 我实在吃不下去了 大螃蟹 上 每天这么整 早上 早餐 然后上午 有那个什么课间休息 下午 就是上了课 又课间休 又狂吃一饭 晚上又是一堆这个 两天后 我已经受不了了 这报告 能不能给我一碗米饭 也炸弹 我们觉得 胆固醇太高了 下一张 安林公司 11月 我跟海基大哥 又要去当大学生了 北京大学 邀请我们参加 北大卓越领导研修班 你看 北京大学是全中国的最高等学府啊 我羡慕的钥匙考不到啊 分不够 我智商不够啊 居然 我也可以参加北大的学习了 花开北大 锦绣安利 太棒了 永远的成长 那我也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接下来最终棒的 因为参加你叫我多讲点 因为新鲜滚热辣 刚上边都来劲了 看小姐 稳坐钓鱼台 要享父 家里做个胖媳妇 重量级在后面 所以我们两个在一起 是风鱼的渴人啊 打一笔名叫合肥 好快乐啊 好了我就不讲了 我就下台了 热热短门请我下台 بهDB 好快乐 阿穏 感谢 你 感谢 wrong 到 完全 我